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们的八八六十四 对 John 今天的这个嘉宾 应该是你的师兄吧 对 没错 他就是刚发片的张栋梁 嗨 栋梁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栋梁 很开心回到马海下跟大家见 我们也很开心 对 我们也很开心 可以看到你 非常开心 因为今天呢 是我们第一次访问艺人 就是栋梁 OK 好 放松 其实栋梁呢 就是这一次回马已经很好了 结果是有一场很半 很长的时间 对不对 会在马来西亚待一段蛮长的时间 但是我就昨天才回到马来西亚 然后这一次主要就是有我的promotour 还有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的专辑改版了 对 就昨天已经可以改版 昨天改版 因为6月1号发到现在一个月之后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成绩非常不错 所以有改版的动作 那这一次改版的内容更精彩 我们会送一张的DVD 包括有五首歌的MV 还有一首剧场 还有很多拍摄MV的幕后话曲 就是说不说其实错了再错这个 对 错了再错就是剧场版 其他的就是会送MV DVD 其实我们要非常恭喜 就是提出改版新的 对 因为听说在台湾那边的销量 不管是哪里 我觉得全亚洲相当都非常的好 其实真的还蛮开心的 因为这一次 这张专辑我自己做得非常开心 包括里面的音乐 那因为像尝试了很多 比较以前没有尝试的音乐元素 然后会觉得一开始会担心 大家会不会可能不能接受或干嘛 但是有这样的成绩 我真的觉得非常开心 谢谢大家 那回来马来西亚有这么长的时间 是不是暂时先暂停台湾的宣传吗 就必须得暂停 因为其实那时候还没发片之前 在马来西亚做过一波的预购 那之后就一直没有动作 跟马来西亚的歌迷见面 那这次我们会回来马来西亚 大概两个礼拜 然后会跑很多很多的地方 但是就没有意思说要独漏东马 不好意思 就是下一趟才会来去东马 所以这一趟我们会先注重在西亚这一块 那真的会去很多很多地方的歌迷见面 然后带着我的新的改版专辑 那其实洞郎的这张销量很好嘛 而且日前也在就是 摇滚麦克 就是麦克兰斯罗 那个演唱会上面担任嘉宾 心情是怎么样的 其实那一天心情就 就是开心跟兴奋 就感觉自己像小歌迷 因为真的那时候 他们就小时候听西亚歌 坦白讲都是唱他们的歌 That's why you go away 25 minutes Pain my love 这些歌都已经很经典 所以那支道歌要跟他们合唱 Take me to your heart 就是闻别的西洋版 然后会穿插中英文 就觉得一开始会有点紧张 但是后来站上台上那一刻 他们就真的很享受 然后会影响我 我觉得很放鬆 所以很享受 真的好玩 那最近麦克兰斯罗 就有过来马来西亚做记者会 对 大家说麦克兰斯罗 他们有在记者会上面 有 我有听说 非常谢谢他们 那也预祝他们这一次 在马来西亚演唱会 非常成功 好 我们来谈谈这个专辑 这个专辑里面呢 除了你很专长的一些 深情的歌曲之外 你就是尝试了很多 不同的曲风在里面 这一次真的 就是还是有大家比较熟悉的 情歌啊 K歌 但是我觉得非常强烈推荐一些 这一次的新尝试 包括像游戏 就是比较 比较R&B的 Grooving Grooving在里面 像有一首蛮特别 我觉得Super Idol 就是比较 有一点点Disco的感觉 因为这一次会有 这些歌出现 就是想说如果以后 真的会有演唱会的时候 那 可以跳舞 对 我觉得我的情歌 慢歌其实不少 但是其实这样子的歌 就比较少 那可以有一些舞台效果 就会带动现场的气氛嘛 对 其实我有看一些片段 就是你在台湾的庆功的演唱会 约的码头 对 就有跟辣妹 两位辣妹跳舞 有 有 那你有没有打算说 可以把这个节目 搬来马来西亚 给马来西亚看呢 其实会希望 但是因为我们在 吉隆坡那场是几号 15号 在吉隆坡有一场 就是这一次整个tour里面 唯一一场比较大型的 会唱比较多歌 那但是会不会有辣妹呢 那大家一定要去到现场才知道 但是我希望真的很快 像如果真的 有受票演唱会的时候 那一定会有很多精彩的单元 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比较不一样的环节 带给大家 那好 今天星期三 同样有新生大喇叭 我们看一下 谁的歌曲被点中了呢 观众 观众